在中国历代的王朝中,可以说很少有和平的年代,几乎都是政权争夺战争频发的时候,而在历代王朝战争中,除了自己国家内政权的争夺,也会遇到外来民族的侵略,就比如在历史上经常侵犯我国北方领土的匈奴。 对于匈奴,大家想必略知一二,毕竟在诸多的史书以及影视剧中,匈奴这一形象都经常出现,而匈奴作为北方的游牧民族,为了能够获得更好的生存环境,经常与我国历代王朝争夺边境的领土,所以匈奴在我国历史上有着很久远的记载。 既然匈奴是北方的游牧民族,那这个民族算是中国的黄种人,还是算欧亚地区的白种人呢? 对于这一问题的答案,想必很多人都十分的好奇,并想知道其中的真相是怎样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到了科技发达的今天,科学家通过DNA检测匈奴人的基因,终于发现匈奴是属于什么人种的真相。 对于匈奴这一北方游牧民族,想必很多小伙伴对这一民族并不陌生,毕竟这个民族在我国历朝历代都是一个极其难以对付的对手,为了争夺更广泛的领土,他们常常南下侵略我国的边境领土。 这也给我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带来了很多的麻烦,也给边境地区的人民带来了战争的灾难,导致边境地区民不聊生,百姓流离失所。 而匈奴对于侵略我国领土的历史记载,有着长达八百年的历史,匈奴最早出现在周朝时期,一直到汉朝末年才渐渐没落,所以匈奴在我国历史上影响了很多朝代的安宁,在历史上也有很多抗击匈奴的将领,就比如秦朝时期的蒙田大将军,以及后世的霍去病和魏清等人。 所以对于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来说,匈奴是一个极其大的隐患,这个民族影响着王朝的安宁,影响着政权的巩固。 为什么这么多朝代,没有一个统治者能将匈奴彻底消灭呢? 其实这还跟匈奴本身的民族特征有着一定的关联,匈奴作为北方的游牧民族,这种游牧民族一来骁勇善战,非常善于骑射, 而且身材高大魁梧,战斗力十分的强悍,自然也就不好对付。 二来,匈奴作为游牧民族居无定所,而且他们生活在北方寒冷的地区,无论是气候,环境还是地形条件。 对于匈奴来说,有着十分有利的作战条件,所以古代历朝历代想彻底消灭匈奴,显然是不太现实的。 既然匈奴作为北方的游牧民族,那这个民族按照现在的民族划分来算,他是属于哪一国,或者是说哪一个人种的人呢? 对于这一问题,想必大家有着很深的疑惑,倒先来看看古人对于匈奴人外貌特征的记载。 在中国以及外国一些史料记载中,对于匈奴的描述有着不同的样貌特征,对于匈奴是什么人种并没有明确的记载,毕竟在那个时候还没有确定人种这一划分的界限,甚至对于不同国家的人都没有明确划分,但是不同的史料对于匈奴人身形样貌有一定的描述。 在中国的一些古籍资料中,辽述匈奴人身体特征,称匈奴人眼眶凹陷、高鼻梁,以及有着比较多的染毛,而且身材高大,所以从这些样貌特征来看,匈奴并不属于中国的民族,也应该不属于黄种人的范畴。 而且,根据匈奴人所在的区域,位于蒙古以及俄罗斯周边的地区,可以确定当时的匈奴人是和周边的蒙古人以及俄罗斯人有着一定的血缘关系,毕竟民族之间会产生融合,更何况匈奴在北方还盘踞近千年的历史,与这两个国家民族交融也是情有可原,所以从上述条件来看,匈奴人很可能属于白种人的范畴。 而在外国的一些史料记载中,匈奴人呈现身材矮小,体格粗犷,而且头发以及肤色的特征都是和现在的亚洲人极为相似的,所以从外国的史料记载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匈奴人也很有可能是属于亚洲人种的黄种人,又与中国所记载的一些史料发生了冲突。 对于匈奴归属于黄种人,还是白种人这个问题,终究还是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那对于这一问题,在千年之后,科学家通过DNA检测后,又有怎样的结果呢? 对于匈奴是什么人种这一疑问,在千年后的今天,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拥有先进的生物技术,可以通过DNA检测判断分析匈奴是何人种,于是科学家便对匈奴人种的DNA样本提取,并进行比对。 通过比对,发现匈奴究竟是何人种这一真相存在着复杂的结论,在DNA比对后,发现匈奴人分两部分的人种,科学家将其称为北匈奴和南匈奴,北匈奴的染色体样本以及基因的特征更偏向于白种人,和蒙古族以及中亚,西亚地区的人有着极强的相似性。 但是他们并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白种人,因为他们经过民族的融合,既有着白种人的特征,也有着部分黄种人的特征,不过他们的身体特征和样貌更偏向于白种人,所以还是应该归于白种人。 而对于南匈奴,他们的染色体属于纯正的亚洲黄种人的染色体基因,所以对于这一部分的匈奴是归属于亚洲黄种人的范畴,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 民族之间的融合以及匈奴内部民族的结合,白种人以及黄种人的划分已经不是很明显了,所以说匈奴在严格意义上来讲属于一种混血人种。 所以从上述来看,匈奴人是何人重这个问题得到了确切的答案,我们没有办法将这个民族归为黄种人或者是白种人, 因为匈奴在历史的发展中通过民族的融合,既具有白种人的特征,也有黄种人的特征, 所以在严格意义上来讲,没有办法将他们划分为哪个人种,所以这个真相既简单又复杂,真相就摆在面前,但我们却没有办法明确地将其划分。 对于匈奴是何人种这一问题,相信大家也有了自己的判断和想法,不过无论是什么人种,我们都应该抱以平等,尊重的态度, 在如今和平开放的时代,人人平等,没有民族歧视,更没有种族歧视。 所以匈奴人到底是何人种已经不重要了,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只能作为一种历史发展的证据和何民族融合发展的表现, 所以对于这一问题,我们也没有深究的必要,就当它是一种历史的印记看待就好。